张玉斐分析了线下的情况 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 好像不去接那个盖子就不行似的 陈建民还在沉吟 陈建民本是个沙发决断的人 但是这次事大 他不得不慎重考虑 张玉斐和陈进记两人 在等着陈建民的吩咐 两久陈建民叹了一口气 玉斐和进记你们两人觉得 这事我们该从哪里下手才好啊 我认为该从励志上下手 这是一个最不抢眼 但是矛盾也最大 先之力后之商 最后解决民众问题 一步一步的来 不能操之过急 最后应该能解决这件事情 陈进记说的有些默论两可 他只说应该能解决 而不是说肯定能解决 显然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先致力后致商 陈建民文言暗自点了一下头 现在致力确实比较以前来说要容易 但是致力是把双刃剑 操作不好就会伤及自身 当慎之又慎 这边陈建民还在想着 那边的张玉斐已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市长啊 我认为先应该解决民众拆迁补偿的问题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刚才所分析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 齐句说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啊 金陵市整个局势都控制在市长您的手里 无论何时致力都行 但是一旦等林景洪离开金陵 我们想要解决民众拆迁补偿的问题 可就难了 我觉得呀 主要矛盾应该着重解决 先解决才好 陈建民有点头疼 两个人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一时难以决断 他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顿时大手一挥道 我看不如这样吧 我们合不来个双管膝下 边智商 边解决民众拆迁补偿的问题 这开发商也实在太不像话了 完全没有依照我们当初设定的计划去执行 以致偏离了计划 搞得金陵的金射房 就是一个四不像 他话音一落 张玉菲和陈金记两人同时反对 认为如果双管齐下的话 动静太大了 会诱发矛盾 在林景洪没有离开金陵市 就让他看到矛盾大爆发 显然不利于众人 张玉菲两人之所以反对 陈建民提出的智商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房地产商走的今天这一步 也完全是被市政府逼的 当初市政府如果不是为了急于收回资金 将首付款用文件的形式规定提高两成 那么金氏房配售率比现在要高很多 其实现在房地产商和市政府纠结在一起 已经说不清楚 谁也不能指责谁的不是了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 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张玉菲的计策 既研究如何补偿拆迁户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些大 因为涉及拆迁的家庭太多了 好大一部分人是没有足额领到拆迁补偿款 以及解决住房问题的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需要经过多方面的配合才能有所成果 当然 三人也不在乎能不能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要摆出一个态度 让林景洪他们看看 这才是陈建民所需要的 张玉菲和陈进记 见陈建民没有其他吩咐 所以起身告辞离开了市长办公室 陈建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他刚点了一支烟 便听秘书来报 林景洪四人想要间接自己 说是有问题要商量 陈建民示意让林景洪进来 等秘书再次推开门 带着林景洪四人进办公室 陈建民忙起身相迎 林组长 欢迎欢迎啊 来 大家都请坐 林景洪四人与陈建民握了一下手 也不客气 在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林景洪趁着秘书去泡茶的空档 打亮着整间办公室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陈建民的办公室 办公室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跟上次见到的一样 还是那样简朴大气 这时秘书端着茶进来 放在众人跟前 林景洪几人说了声谢谢 秘书放下茶出去之后关上门 陈市长 不好意思 来打教您工作 我们在考察过程中遇到一些难题 想向您征许一下 还望陈市长不吝辞教 林景洪微微一笑道 好 遇到难题了 哈哈 但说无妨 凡是我能解答的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陈建民哈哈一笑道 林组长可不必客气 你们也是为了我们金灵的建设着想吗 陈市长思想高远 景洪万分敬佩 林景洪微微一笑 陈市长 我们长话短说吧 免得打搅了陈市长工作时间 这次啊 我有三个疑问 想向陈市长指教 如果陈市长觉得不方便 尽可一言带过 我们在离京之前就曾商量过 绝不干涉当地事务 陈建民点了一下头 林组长但说无妨 林景洪说自己等人不干涉当地事务 他自然是相信的 从上次来 林景洪就没在金灵指手画脚过 而这次有人曾多次设计想拖林景洪下水 但都被林景洪轻易化解了 陈建民相信 如果这次来的不是林景洪 或者林景洪不是组长 那么在金灵的事情上绝对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 第一个问题 请问陈市长 当初规划建设京市房小区时 有没有全盘考虑过 京市房建设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林景洪问出问题后 在他夜旁的王亚娟摊开笔记本 拿着笔等待陈建民回答 然后进行记录 陈建民略微点了一下头 我们是经过全盘考虑和细致规划的 但是京市房是个新事物 无论做得怎么样 如何考虑和规划 增出不穷的问题始终难以尽数预料 因此京市房小区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相信在上级领导部门的关怀下 我们金灵是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 请问陈市长 当初在建设京市房小区时 涉及拆迁户补偿问题 市政府是准备怎么补偿拆迁户的呢 陈建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有些万金油似的 抹在哪里都可以 显然林景洪并不是很满意 不过现在官场上大多都是这样那样的套话 他也不指望能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陈建民见林景洪问到实质问题了 便郑重地思考了一下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他都是想过的 只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他还是要在回答之前细细检查一遍 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陈建民相信 这个回答对自己的影响肯定不小 林组长 我们当初制定京市房小区计划时 拆迁户补偿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曾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上讨论这件事 最后经过研究讨论 得出了一套拆迁户补偿方案 这是当时形成的文件 林组长可以看看 林景洪点了一下筒 从陈建民手中接过一份文件 他翻开看了几眼后便没了兴趣 这官面上的文件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差错 看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份文件上规定的很详细 而且拆迁户补偿金额 以及住房解决工作解决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 当然这是纸面上的东西 只有真正实施了才算是真正的政策吧 可是从金陵市的金氏房建设来看 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林景洪看向陈建民道 陈市长 您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吗 林景洪这个问话很具巧妙性 如果说陈建民没有什么补充的话 那么说明陈建民对金氏房建设存在的问题 没有足够深入的认识 陈建民即使亡羊补牢 始终也无济于事 如果陈建民有补充 那么他必须要自动暴露一些金氏房的问题 林景洪曾说过 自己只问三个问题 他怕问多了 使陈建民会感觉不耐烦 让陈建民尽可能地多说一些问题 这是林景洪问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 陈建民没有想到林景洪问问题 竟然会这么刁钻 他本还有意避开这个问题的 但被林景洪这么一逼 想要避开那是不可能了 陈建民还想着亡羊补牢的事情呢 如果这边不配合林景洪 那边展开亡羊补牢行动 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林景洪可以选择性地忽略他那个态度 而使陈建民白忙活一场 陈建民微微犹豫了一下道 金陵京市房建设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拆迁户的补偿款 以及拆迁户安置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虽然有文件规定了 但是由于在京市房建设后 开发商资金链突断 京市房开发后配收率不高 资金回收不拢 因此这拆迁户的补偿款 也就难以得到保证 我们市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未来一年内 哪怕是要停止救生改造 这个金市房的拆迁户补偿问题 也是要解决的 林景洪点了一下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陈市长 经过这两日的奔走 我们发现金市房配收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请问陈市长知道这一问题存在吗 这问题相当尖锐了 已经直接问及核心所在 也就是说林景洪对金灵市的励志 有很大的意见 陈建民自然能听出林景洪这个问题的含义 他看了一眼林景洪道 现在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大力气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有关部门人员借着金市房配收问题大动手脚 捞去利益 我们一旦查出 绝不手软 林景洪和陈建民的谈话过后几天 金灵市政府果然发布公告 重提拆迁户补偿的问题 第一天还好 响应者虽多 但还算是遵守秩序 那些拆迁户 见拖了这么久的拆迁补偿款 竟然还有希望要回来 自然个个小夕意义的 林景洪见陈建民说做就做雷厉风行 倒是有些高兴 他也带着王雅娟四人 继续对金市房进行考察 只不过大家没有兴奋多久 第二天金灵便彻底乱了 那些拆迁补偿户 竟突然组织起来 静坐在市政府大院门前静坐 要求政府立即将所欠补偿款 全部交清 声势浩大的很 不管是不是拆迁补偿户 那些低收入 原本有希望住金市房小区的人 也来了好多 当然看热闹的就更多了 这人群中还有一类人 专门是负责起哄的 如果没有他们 想必这次也不会爆发这样的大事 金灵市是江南省省会 这里放出一个屁 省委的人很快就能知道 更别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市政府大院市长办公室里 陈建民大发雷霆 桌子拍得啪啪直响 嘴里喊道 林景洪 欺我太甚 林景洪 你欺我太甚了 难道真的以为我陈建民怕了你不成 他嘴里虽然叫着 但在脑中却高速运转着 寻思该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 如果等省委常委一插手 他就没办法了 正想着呢 外面办公室主任敲门进来 向陈建民道 市长 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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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回到金岭 而且准备召开市委常委会议 研究商讨 解决眼前的问题 什么 徐四龙回来了 陈建民 豁然一惊 抬手 看了一下表 距离群众 到市政府大院门前 静坐还不到半个小时 这徐四龙竟然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不对 徐四龙即使知道这件事情 要回来也得四五个小时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 徐四龙好像预知道 今天将要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昨天就已经回金岭 只是没有声张而已 要不然没有别的解释 陈建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 他隐隐有些明白 眼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跟林景洪没有关系 而应该出自徐四龙的手笔 联想到前几天 徐四龙也埋下好几道伏笔 想要算计林景洪 挑拨林景洪跟自己的关系 却最终都被林景洪轻松化解 而林景洪那句 不干涉当地具体事物的 争争话语 也响在他的耳边 看来自己刚才是冤枉人了 圣怒之下少了一些思考啊 陈建民暗自叹了一口气 徐书记准备什么时候 召开市委常委会啊 半个小时后举行 主要是关于商讨 解决刚刚发生的事情 办公室主任回答道 陈建民点了一下头 看来这徐四龙自认为有了几分把握了 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徐四龙被压抑得太久了 只是现在召开市委常委会 好像不是个时机啊 应该先解决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也得将人劝走才是吧 徐四龙对这一点上一丝也不着急 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这一切都给了陈建民无比的遐想空间 陈建民挥了一下手 向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道 我已经知道了 办公室主任点了一下头 见陈建民没有别的吩咐 随出了市长办公室 陈建民抓起桌上的电话 拨了个号码 讲了几句后挂断出了办公室 直接向市政府大院门口而去 他刚到市政府门口 市公安局局长的车子在人群外围停下 公安局局长挤开人群来到陈建民跟前 市长说吧 该怎么动手 陈建民瞪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从秘书的手中接过扩音器 向静坐的人开始喊话 同志们 我是市长陈建民 我知道 今天大伙为什么来这坐着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很是难过 市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解决问题的决心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 市政府终于拿出了方案 准备切实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市政府的通知 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过了的 既然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经等待下去了 为什么在等到市政府决心为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刻 你们反而不乐意了呢 来这里静坐示威啊 我相信这不是大家的本意 是受到有些人挑拨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些人显然不是真心为了大家好 才会让大家这么做 他们的目的就是煽动大家与政府作对 他们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我们的同志虽然受了一点委屈 但是脑子要时刻保持清洗 绝不能让有心人 做完了这里面的空档 做出使自己后悔的事情 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保证 这次市政府解决金陵金氏房的问题决心很大 我们希望在一年内 让大家都能拿到该有的拆迁补偿款 以及让低收入家庭住得上金氏房 哪怕是停了金陵现在的旧城改造计划 也要将这一问题先解决了再说 远处林景洪四人正在看着现场的情况 陈建民的讲话一字不落地 飘进了林景洪几人的耳中 林景洪暗自点头 遇到突发事件 陈建民还能凌乱不惊 保持着这份镇定 陈建民的手段是不用说了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处理一件突发事件 也能反映一个干部的水平来 至于陈建民的讲话内容 林景洪倒没去认真对待 陈建民如果真心想要解决这件事情 只需快刀斩乱麻 从房产商和个别部门领导上下手 一个月就能立竿见影 何需一年的时间呢 陈建民这么说 无非是想让自己看一下 他的态度而已 和自己青春日空中 是让自己看来的 还是让自己看来的 如果赶紧 有一点钱 加密码 你呢 赶紧